为了提高南投市区测外环道路系统服务水准 先扶积极登取经费 139丙线道路分为三期工程 在第一期进行通车后 第二期工程也于111年2月24日开工 并于今日上午举办通车典礼 我们南投市工业路第二期工程 顺利的来完工今天启用典礼 同时也是我们工业路 这个连路这个往来延期的一条连路道路 今天也同时来配合开工典礼 因为我们往来延期将来有17家工厂 这个车辆进出也蛮多的 所以我们另外开辟一条 专供我们往来延期的这些厂商 他们的运输车来使用 所以也跟就另外开辟一条道路 先原哲正言张家者感谢县府团队的用心 积极争取经费开辟新道路 打通南投市任督二脉 对民众交通往来更加便利 感谢您管理的用心 新开辟的路 带来我们的电影的发展和进步 再来就是我们买去往来延期的新道路 整天要到一公里 这也还开车来用 把我们交通的任督二脉打通 让我们的乡亲交通的方便 更加方便 很高兴在我们南投市的对外连外道路工业路 第二期的工程顺利通车点理 我们都希望这个打通南投市的任督二脉 不管对南投市带来的观光 以及未来城市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 先原于秀英程汉力指出 因上下班时段 台山县南投市路段交通经常吐色 感谢县府的用心规划 期许未来能够积极争取经费 串联至民间乡 那在两年前经过我的提案 希望说这条139丙线可以直接在从五一中学这边呢 直接拓展到我们民间乡的这个民松路 那经过提案以后呢 县长说呢 这个已经开始在设计规划了 这条139丙线呢 它也可以疏解我们现在民间乡到南投市的交通的拥挤 今天上午举办南投市139丙线 1K加740 3K加220道路行届工程通车典礼 以及南投望来圆区连外道路工程动土典礼 约会们感谢县府的用心 积极争取经费开辟新道路 相信在未来能够大大改善南投市交通堵塞的情况 记得纯军南投采访报道